不断出望远 王千古 莫 迅 莫 砇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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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者十人一夫难 能够听法法经 而得到真实体悟 以佛圣法 一生十相之理的 这个人是更难 那么难 难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接下去 借个比方啊 来说明这个难 比如游谈花 一切皆爱妖 天人所需有 时时乃一出 这举出比喻 要听法法经的难呢 就好像在世间上 要看到游谈法的难 游谈 就是凌瑞 凌瑞花 那么按照经论里面说 游谈花呀 三千年才出现一次 这个三千年才出现一次 要见到游多难啊 越南的人越喜欢药 所以 游谈花是一切皆爱要 无论是天上人间 任何人都很喜欢这个游谈花 所以叫做一切 都喜欢 都爱要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能听能信的人呢 很不容易 那么要遇法法经也很不容易 要佛出现世间而说法法经也很不容易 这就好像世间 游谈花出现 游谈花开 相满大天世界 佛出现世间说法法经 一切众生都成佛 那么就显示这个法法经的 天上喊欲万劫难逢的情况 所以这个法呀 是天人所需有 天上人间最稀奇少有的 很不容易见到 时时乃依处 一个时间中间距离相隔很多时间 然后才出现时间 这个时中间的距离三千年 那么一次出现的时间 要三千年才一次 是一个时 再等三千年才有一次 是第二个时 所以时时才一出现 要遇犹谈花那么难 那么要听到这个法法经的大法 能够生性了解 体悟 正如 比这个还要难 文法欢喜赞 乃至发一年 这为以供养 一切三世佛 世人神须有 过于犹谈法 这是把前面的比方 活法显示 闻到法法经而能深信了解的人 比这个犹谈法还要难 还是不容易 所以文法欢喜赞 听到这个法法经 听过之后 生欢喜心 而加以赞叹 说这个妙法真是难 难逢难逾 很难得 加以赞叹 随喜 不要说多 乃至 略掉这个多种的赞叹的方式 最少 发出一言 说一句话 例如说 听到法法经的 俗胜唯妙功德 赞叹一句善哉 以现代话来说就很好 那么赞一句好 只是一言而已 只这一年的赞叹法法经 就是等于供养三世佛佛的功德一样 这位以供养一切三世佛 只这一句话 赞叹法法经 那么这个赞叹法法经的功德就是 等于供养一切四方三世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 四方三世一切诸佛 那你同时都供养了 功德是一样 那么意思是说 听到法法经三欢喜心 而加以赞叹 别说是多话 只说一句好 赞叹法法经的很好 这个赞叹呢 这个功德就等于供养过去 未来现在三世诸佛 功德一样大 所以四人省稀有 四人能听到法法经 而生欢喜心加以赞叹的人 在世间上是虚其稀有的 过于油谈发 比那个油谈发的虚油啊 还要更虚油 更难逢难遇 这就赞叹了 文法法经而身信心能够如法赞叹的人呢 真是不容易啊 在这个法法经的词验记 受持法法经的能验呢 那个灵验的词验记 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 本来这个故事可以留到后边说 可是这个经文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讲到 不妨在这里提来做证明 有一位夫人 她家庭环境很好 富有的家庭 那么这个女人呢 她学佛 由她的师父教她 说她显著武士啊 家里有佛堂啊 教她读诵法法经 因为她有读书认识字 就教她读法法经 那么这位夫人天天的功课 就在读诵 跪在佛前读诵法法经 天天都在读 因为从前呢 古代的家庭 富有的家庭 都有佣人啊 有家庭的佣人啊 比如奴辈之类 有一个 她的佣人的女的 女的佣人呢 每天侍候她 端财啊 端水啊 那么这一位贵夫人 正在读经的时候啊 她这个佣人 这个辈 就是女的 年纪也算大了 就那天 因为她的主人 女主人 在读经啊 还端一杯茶给她喝 那么她断茶进去佛堂的时候啊 正好 这个贵夫人 读法法经 读到六根清净的 那一段文啊 说这个笔根 闻到的花香 她只闻到 只听到那四句话 这个 这个用人啊 这个女人是不懂 不认识字的 不认识字 她正好端茶进去 给她的时候 就听到她念到 青年花香 百年花香 花售香 葛售香 只听到这四句 她是个奴婢啊 她进去不敢停留太久 也从来很想听啊 也不敢站在哪里听 正好端茶进去的时候 就闻到这四句 再出来了 可是她这个根性道 是蛮绿的 听到这四句啊 她就在念 一天到晚啊 没事啊 她就在青年花香 白年花香 花售香 葛售香 一天到晚 就是跟我们念 阿弥陀佛一样的念 那么或者是嘴巴出声 没有人 没有不会防爱人的时候 她就出声念 那么如果不方便的时候 她就心里在默念 一天到晚 就是青年花香 白年花香 花售香 葛售香 就在这四句话 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女辈啊 用人呢 死掉了 死掉之后啊 埋在地下 过了三天 她的家人去看啊 这个墓地 这个上面呢 长出一颗青莲花 青色绿色的莲花呀 好香好香 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陆地怎么会有莲花呀 而且在墓地里 那么不晓得这个莲花 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 他们的家人好奇啊 就慢慢的挖 挖这个青莲花的来源了 出出 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 慢慢挖挖挖挖 挖到这个棺材 就是这个女被死掉的 这个尸身装的棺材啊 这个花是从棺材里面 长出来的 那么慢慢把这个棺材挖开啊 发现这个青莲花 就从这个被的嘴巴里长出来 死尸的嘴里长出 这么一颗青莲花 青莲花 他也不懂得那是法伐经 他也不晓得念这个法伐经的功德有多大 他简直是莫名其妙地在念 他总是想到他的主人 一天到晚都在念啊 他念全部的 因为他不认识字啊 他刚好听到这四句 他就天天念这四句话 青莲花香 百莲花香 这也不是法 这是什么开拳显示的 很高贵的 那些 很高妙的道理啊 只是很普通的 青莲花香 百莲花香 花树香 果树香 这也很普通的文字啊 有世间法上 鼻子所闻的香的那些来源而已 可是他念了这么几年下来啊 死掉之后 埋在地下从嘴巴长出青莲花 这就显示这个法伐经的这个微妙了 所以所有大圣经典当中除掉金刚经之外 受此感应最多的就是法伐经 就是法伐经 从前呢 要出家很不容易 都要考试的 要考试 有一位祖师啊 他出家的时候考试就是考的法伐经 要全部法伐经过背才准他出家耶 可是他二十天就背出来了 你着刚 一部法伐经将近七万字啊 二十天就背出来 他就考试及格了 而且是一百分 那么就在出家受监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就是近代不是考试 像太虚大师 他出家之后 他的师父叫他先读法伐经 不过他不是专读啊 不可能天天都读啊 有空就读 半年也背下来了 六个月 半年 半年就把一部法伐经背下来 这类的人的根性相当之利啊 记忆力之好 那真是我们望尘莫及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啊 这类人都是有大善根 那么听到这个法伐经啊 他能升起欢喜心 执着一个欢喜心来受持 尚且有那么大的利益 那么何况能够深入去加一 下功夫修行 尤解有行的话 那功德是更大更更深了 上面呢 就是第四段 探法细游 广宋里面不是有六段吗 就讲了第四段了 接下去 指字一下第五段 宋不虚 重颂说 佛出现世间 现在说的这个法伐经是真实不虚 为下文啊 这个说无希望 做笔 笔语的根本 笔语评到了后来 也有笔方做 佛所说的没有希望 实实在在 过去四十一年说的全窍 全窍方便之法 也是实在的 现在说的法伐经也是实在的 绝对没有希望 做这个后文的 说无希望的这个笔方啊 做章门 所以叫做 重颂不虚 经文 有两颂办 就说这个重颂不虚的经文 卢当勿由于 我为诸法王 吐告诸大宗 但以一声道 教化诸菩萨 五声闻弟子 卢当舍利佛 声闻 其菩萨 当之世妙法 诸佛之密要 这一段 就是指字下第五段 宋武不虚 卢等物有余 卢就是你了 古书写这个你我的你呀 都是三点水个女字的卢 那么现在写的就是 人字旁的你了 你我他的你 你这个你是指的舍利佛 法伐会上以舍利佛为当机呀 对舍利佛说你 等着等于临参会上所有的听众 并及一切众生 你们不要有所怀疑了 不要疑私 不要怀疑佛 不要因为 那你四十一年所说的三圣五圣 现在又说一佛圣 如果以前的是十 那你现在是虚呀 如果现在说的是十 那难道以前的是虚妄吗 佛对舍利佛当说 你不要怀疑 现在说的固然是十 过去四十一年所说的也是十 绝对没有希望 因为佛出现世间度众生 必须是要有这个过程的 一定是这样子 是没有希望的 那么佛要说出他没有希望的原因啊 怎么说我说的没有希望啊 我为诸法王啊 佛为法中之王 后面经文说 我为法王啊 于法自在 王者自在意 不是同下 不是管理 是自在 好像一国自主啊 自由自在 所以叫做王 佛亲证一切诸法的理性 侧证诸法理体 在一切法中各大自在 所以佛是法王 世间人王说话 尚且不可以有希望 不能有二言 何况佛是法王啊 怎么可以有希望的情况呢 前面说的方便呢 那是未了要出去 我诸我诸众生的执着 那么不这样说 识不能破 烦恼不能断 也就没有办法体悟一识 非这样说不恐 所以前面说的都是实在的 那么现在说的 这一佛圣法当然是实在 为一切诸佛所亲证的 究竟诸法理体 那么一定是如此 这也是绝对是真实 哪有说法王所说的法 而不实的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 佛说我既然成为 究竟佛国了 是法中之王了 以法得到究竟之三 所以现在 普告诸大宗 普遍奉告 告知你一切大宗 现在我在零三会上 但以一圣道啊 教法诸菩萨 无声闻弟子 这又是显示 我只是用一佛圣的 究竟菩提大道的 究竟之离 来教化一切菩萨 41年来 所教化的通通是菩萨 没有声闻弟子 这是废权 把过去的权法废掉 我过去所讲的 都是菩萨法的前方辩 所以后来要说 卢等所行是菩萨道 渐渐修当成佛 所以没有声闻弟子 声闻弟子的名称 那是一种方便 不对一的方便 现在我要跟你们大家说 各个都是就近菩萨 都是行一佛圣法 将来都可以就近成佛的 这是实实在在 千真万切 你不能怀疑 卢等舍利佛 声闻吉菩萨 当之世妙法 诸佛之密要 你 舍利佛 跟所有的听众们 零三位上一切大众 声闻菩萨 声闻病吉菩萨 应当要知道 这个妙法呀 是佛的就近的密要 最秘密 最重要的法 佛出世间 最秘密 最重要的法 这个秘密呀 不是说不给众生知道 秘在众生之边 而不在佛边 不要因为佛有秘法 佛没有秘密 他是显露的 他有一切众生都跟他一样清真 可是众生还不能接受 没有办法了解呀 所以叫做密 这好像宝物放在暗室之中 你没有灯光照耀 你不知道你的室中有宝物 而不是不给你知道 因为你没有光去照耀而得不到 所以这密在众生边 不在佛边 叫做诸佛之密要 最重要的 就是一佛圣法 那么虽然是密 可是并不是不给众生 希望人人能够清真 可是众生 他时候没到 还没有清真 就没有办法使他得到 所以叫做密 死方三世 一切诸佛 究竟都是以这个义佛圣法为最秘密 最重要 叫做诸佛之密要 上面就是第五段 送不虚 从送没有虚妄 绝对真实 下面是第六段 送捡重堆心 送捡重堆心 这里有两段 先捡重 后堆心 关于这个 墩子念堆啊 我对这个国语是外行的 我在大陆边学的 马路的大陆啊 不是对岸的大陆 不要搞错了 我在马路的大陆边学了 这个国语啊 我没有读过波波摩佛 但是在文字上查字典 古代的康熙字典 用切音 用摄音 用反切 这个我会 我可以把它 这个研究出来 这个墩子有四种念法 四种读法 四种读法的读音啊 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这个墩子 第一是念墩 念墩 墩就是墩厚 墩时 沉时 墩木 火木 这个是念作墩 例如说很墩厚 荧光大师的文操里面 经常有墩轮敬奋 这就是厚时 火木 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是念作墩 第二个念法呀 念作臀子 臀啊 念作臀子的意思在哪里呢 它这个意思就是分吞未开的那一种用途 有些地方用这个字 把它当作这个分吞的吞 所以念作臀子 这个用途比较少 很少用 普通一般都是第一种的念法 吞 吞木的吞 这个是很普遍的用途 一般都是用这种念法 念作臀子的用途很少 就是古树里面呢 就是古树里面呢 偶然有这一两处会有这种情况 第三个念法就念作堆了 续声堆 比如说 这个六堆的堆 客家六堆的堆 跟那个字同音 为什么知道它是念作堆呢 这是我在这个法法会议 法法文句里面呢 它解释这个堆性的堆字啊 下面有个坡 逼坡的坡 堆坡 堆坡 堆坡是它非信不可的那种意思 既然是堆坡啊 下面有个逼坡的坡 绝对不是念堆 念堆坡 没有意思了 道理不合 看这个注解的意思 是逼坡 强迫它 非信不可 有这种的作用 所以我就去查了 查字典 查字典 查出字典里面第三种念法念作堆 堆就是堆坡 因为里面有印证古树 一句话说 王是堆我 国王有事要我 逼迫我非作不可 王是堆我 就是用这个堆字 那么如果念成王是敦我的话 那就错了 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了 王是堆我 就是这个国王有事要我 逼迫我 非作不可 不这样做就不行 所以堆我 这就念作堆 所以根据词典呢 这个卷重堆性 不念堆性 念堆 这是我用这个古书的切音 切出这个念法 就念作堆 国语 国语念的对不对 我不得而知了 因为我是在大陆边学出来的 而且我是用这个古代的切音的方法去切出来的 我不敢说我念的就对 我经常有这个把客家法当作国语的 经常有这种评划 例如这个瑶春的瑶 我经常念作饶啊 听着苗苗我就会念作冒冒了 我没有读波波波波 所以我有很多客家法把它当作国语 这个听的时候要回听啊 不要因为我说牛马都是泰山 你说我骂你牛马那就糟了 所以第三个读法是堆 还有第十个读音 这个字还有第四个读音 第四个读音读着对 对 就是对不对呢 那个对 为什么要说对呢 这个对字很少用 古书里面呢 有古时代 古代的这个容器 装东西的容器啊 有一种容器叫做对 对 现在客家法还保存的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 不能不下功夫 虽然是五六先生读书不求神解啊 那是看地方 有些地方可以五六啊 有些地方不能五六 这个地方不能不细心 如果不细心的话 教人学错了 那么我的嘴巴边也是一个范例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捧掉 你们大家都对我来捧掉 大家都跟我错 做下去 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 大家都跟我错 我不能教大家一起错啊 所以这个凡是要讲的时候啊 必须要下功夫 这就所谓我们平常有这么一句话呀 教学相长啊 一边教一边学啊 教的人不见得他自己就完全懂了 他不是生下来就懂了 没有天生世家自然米勒 都是要下功夫啊 不下功夫 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让你懂的 否则你一天到晚在哪里 做什么 就是在这些文字上 你不能不下功夫 我有的时候写东西找资料啊 只找资料就找了一天半天啊 找不出来 甚至为了一句话 查了三四天 这个经常有的事情 经常有的事情 我这几年来写这个 读印光大师文超记忆 我碰到好多好多难关 有的时候自己会后悔 哎呀我怎么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啊 有的时候说 想想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你还得到这些学问吗 你不这样子下功夫 那你就是呼伦吞扰啊 五六千山一辈子五六下去 这不行 我现在还有两个难题还没解决呢 这个不跟你们说 说了你也不懂 你也不能帮上我的忙 为什么呢 我都查不到了 你还能帮我查吗 顶多请你们吃饭就有办法 那么真正的要查这些资料 我就查不到 我既然查不到 其他的地方也不容易查到 如果论图书啊 多了 可是我多的都是佛学方面的图书 世间书 我太少 不够用 不够用 有的时候查起来很难啊 所以我经常看到印光大师文超里面 他老是说 叫人好好地念佛呀 你不要只是贪如 看书看得太多了 若还算杀 图字困啊 可是 我觉得这位老人家 他老是在 这个叫我们不必看了 他自己倒是看的不多了 不少了 这个情况啊 就是好像耀山 耀山文言禅师啊 他叫他的弟子们不要看书 可是他自己看了 他自己看了 他弟子们问他 师父你不是叫我们不要看吗 你为什么看呢 他说 我不是看书啊 我是拿来遮掩呢 我拿来遮掩掩呢 你听话吧 我是拿出来遮掩 我不是在看书 我是遮掩 那么弟子们说 那我也学你遮掩行不行啊 我也来遮掩看啊 可是 如果你要学我的话 牛皮也学穿 你要把牛皮看得穿才行啊 那么这就说 我们不下功夫不行 祖师都下了功夫了 下了功夫以后就可以不必了 所以英光那时叫人 你不要读太多书 你好好念佛好了 那是要像他这样的书 看完了以后才下功夫 因为他的书读得太多了 我现在碰到两个难题 就是世间的学问 世间书上 这个世间书上 这个书我就没看过 以前没看过 现在啊 插起来可能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古代的祖师没有一位 不是博学多文的 没有一位祖师说是 不是博学多文 绝对没有天生弥乐 自然是家 所以必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世间需要的学问啊 都要下完功夫 所以真正要弘法很不容易 那么必定要一切都懂 世间一切法都懂 菩萨 菩萨当于五名中求 菩萨当于五名中求 五名当中的第一内名固然是佛法 必定要懂 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其他人家问到不懂啊 没关系 没见笑 如果被人家问到佛法不懂啊 那就也见笑了 那么其他的生民啊 公巧民啊 一方民啊 英民啊 这些不懂啊 还不会 不会认为说你是有问题 因为你佛法能懂 必定要先把佛法懂了 然后才来研究其他的世间法 现在人很奇怪啊 有一位居士跟我说 他说现在人 他学佛不晓得学什么了 他说他真正的 我们中文的佛学这么多 藏经那么多 他不想公布研究 他去研究藏文 研究西藏的藏文 他想要做人不切 想做西藏的人不切人不切 然后才去学藏文 佛在学藏文做什么呀 不过这个众生的习性啊 千差万别了 不能一而盖之啊 各个人都跟我一样的话 佛法也没办法 这是因为说到这个文字上的问题啊 谈到这里了 我今天这个经文要讲完了 不能再啰嗦下去了 现在就讲第六段 送卷中堆心 第一 先卷中 简别这一类中啊 在佛法里面 那么看他 那如果是他不能够断职 不能除去他的执着 要得到正式佛法的利益 就比较有困难 所以先加以简别 简别这个听众 经文说 与五足恶事 但要捉诸欲 如是等众生 终不求佛道 事件 我们这个五足恶事 疑是因为呢 因为我们这个五足恶事的事件呢 这些众生啊 只是喜欢爱着世间的欲乐 但要做爱着注意了 要是爱要 或者是读着乐字也可以通啊 他以这个世间的五欲为乐 执着这个五欲为乐的这种的心情 只是单单爱着 乐着于世间的种种的欲乐 诸欲 世间人所喜欢的这个欲乐太多了 平常讲是五欲啊 五欲嘛 习惯上讲 有财色名诗税 那么或者是指的这个五成精 色 生香味醋 这个眼探色 耳探生 鼻子探香 色头探味道 生探这个性化好的接触 众生就是爱着于世间的欲乐 如是等众生啊 终不求佛道 如是指五卓是爱着注意这类的众生 等于其他不求佛法的外道等都包含在里面 这类众生 您叫他求佛道 就见佛法 他不想 他不期望 他总是不肯求 终不求佛道 他总是不肯求 那么这些五卓是众生 他根本就对佛法没有兴趣 他不肯学 不肯求 当来是恶人 文福说一声 迷惑不信 迷惑不信受 破法斗道 当来是佛入灭以后 正法以后的相法 相法以后的末法 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 人心越恶 问题越大 你看看现代的众生 现代人 比起从前 相差很远了 现在的人 父子没有父子情 兄弟没有兄弟的手足情 现在变成很奇怪的现象 最友好的人 有的时候变成最靠不住的人 你把报纸打开来看看 最近发生好几件的 子氏父的这种的逆轮事情 儿子杀父亲 杀母亲 子氏父 这个下沙上叫做 这种的恶法就是五力大恶 这种五力大罪 现在就已经变成了 不是新闻了 累见不现了 这很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的社会上 既然是没有道德观念 彼此没有功德心 彼此不相信 都是功利 有钱就好 什么都不问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要多提倡佛法 宣导众生学佛 如果真正懂得佛法 照佛法去做 他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到了这个 当来就是这世间的恶人 听到佛说一圣法 一佛圣 他迷惑 迷不误啊 他不了解 或 有疑啊 迷惑啊 越来越疑惑 对佛说的 一佛圣法 一些众生都能成佛 他不相信 不肯接受 不相信 不肯接受 还不要紧 他有破法 破法就是诽谤 破坏 例如 现在 有些在说 大圣不是佛说 尽是提倡欧函 认为那才是真正的 神是严重到 他还要说 欧函经里面还有几分 不是真的 不晓得哪几分 没台课的台课嘛 不知道 很奇怪的 现代人的心理 他老是喜欢 奇奇怪怪的 飘心立意 说的跟人家不一样的 这个也不是佛说 那个也不是佛说 他好像这样了不起 实际上啊 这只是破法 破法有什么好处啊 一点好处都没有 将来 堕落三恶道 将来总是要堕落在三恶道里面 吃苦了 所以这类众生 不能跟他说 跟他说 他不能接受 由惭愧清静 自求佛道者 单位如是等 广占一身道 这类人该说 他有惭愧心 知道自己是个凡夫 所懂得的有限 不能以凡情测甚至 而他有这个志愿 有这个志向 要求成无上菩提的佛道 他有惭愧心 心地心经 他有志愿 要求无上佛道 希望能够成佛 能清真一圣 那么这类人呢 单位如是等 广占一身道 如是 使这类有惭愧 有心 心境心地 有志愿 要求佛道的人 等着等于这类 相同的 更新的大圣的 凡夫 那么应当啊 要跟他广占一身道 详细赞叹 就近一佛圣的 无上菩提之道 这就是卷重 前面这个 不能接受的 不能相信的 这个人可以不必跟他说 简别 不要跟他说 有惭愧心的 心地心经的 有志求佛法的 这个人可以跟他说 后边 还有三首句诵 最后就是 对性 对破 非性不可 舍利佛 当时 诸佛法如是 以万一方面 随意而说法 岂不惜学者 不能小聊词 佛最后对舍利佛说 舍利佛呀 你应当要知道 一切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他出现时间的目标 都在这里 诸佛法 本来就如是 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先开拳 后显十 无论哪一阵佛出现时间 他的走风 他度众生的方便 都是一样的 所以 以万一方便 随意而说法 释迦牟 随众生的机遗 众生的根性 众生的机遗 该说什么法 佛就对他说什么法 其不习学者 不肯修习 不肯学 不肯求学 不肯学问的人 当然就不晓得 不了解 这个道理 不能晓了词 不晓得 不了解 词 指这个高深的佛法 而先用全球方便 来接引他 这些道理 他是不知道 不了解的 如等既已知 诸佛 试之思 随意方便 试 无辅诸以佛 心生大欢喜 自自当作佛 如设立佛等 既然知道了 上面方便评 说完了吗 你已经知道 义佛圣 这个妙法 那么开拳显示 会三归一 这个道理 你已经明白了 诸佛 是一切世间的老师 诸佛 是之师 读的时候 佛在下面 稍微顿 停一下子 不要念成 诸佛是之师 意思没有办法 表达出来 诸佛 始方三世 一切诸佛 出现世间 都为世间的师范 人天师范 所以佛出现世间 三界大师 四生慈父 诸佛出现世间 为世间之师 他随众生的机遗 全巧方便之事 动画众生的方便 是这样 你不应当再疑惑了 无辅诸疑惑 不要再有怀疑之心 所以叫做堆心 逼迫你非心不可 不能再怀疑 那么现在你已经明白了 心生大怀疑 社里佛听到这里 他已经了误了 开误了 很怀疑 为什么怀疑呢 自知当作佛 自己知道 我一定能成佛 所以这个 法说一周 立上根 法说一周 有四段文 第一 正法说 正法说 正是说这个 开权显示 会三归一 说一时 说诸法实相的道理 就到这里说完了 后边还有 身子灵结 有社里佛了解了 说出他了解的情况 那么还有第三 如来素成 那么第四 于授记 佛为社里佛授记 这二三四 这三段文 在后边的第二卷的开头 比喻评的开头 那么讲到今天 就是法伐经的第一卷 第一卷 也就是方便评讲完 方便评是第二评 经文是七卷的第一卷 到这里讲完 从下个星期开始 就讲比喻评了 下个 酒吧 5% 涅槽 在这里 1号 小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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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法人中华国际功佛摘身功德会 潜心供养福田增 社心魂法至会开 虚云老和尚云 佛法二宝 乃僧宝扶持 若无僧宝扶持 佛法二宝无人留步 善根无处培植 顾此摘身功德最大 摘身之目的 顾持生且安心半道 助持政法 弘法离生 中华国际功佛摘身功德会 于民国九十二年成立 秉持功佛摘身为宗旨 佛日征徽 法轮常转 僧宝洪月立友情 自民国九十三年起 历年于林口举办 国际功佛摘身大会 至今既有十七年 每年生前因共人数 平均为七千余人 多年来 国内外供养生保人数 已逾四十万余生次 一百零九年 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 林口摘身大会停办 功德会为四世供养 四院及倒粮 去年赴节夏安居的寺院道场 茅棚及佛学院供养三宝 一百零九年七月二日 感谢台东海山寺提供场地 功德会于海山寺顺利举办 花冬功佛摘身大会吉祥圆满 供养花莲及台东地区寺院的 珠山长老法师既有五百多位 九月十一日 靖元护法会于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护国喜灾千僧祈福大法会 功德会受邀供养千僧 十二月十五日 于屏东潮州庙光禅寺 由台湾佛教总会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会 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 护国喜灾全球厨艺消灾祈福超建五遮大法会 功德会以亲父供养四百多位僧众 国外共生方面 功德会以汇款方式完成供养 偏远贫苦印度西京邦地区 寺庙喇叭僧众五百六十位 供养布丹东部寺院约一千两百位僧众 供养西藏地区十余处佛学院 及闭关中心约三千位僧众等 身相端庄 气力争胜 寿命延长 快乐安稳 成就变财 东山高中董事长 顾元长老曾说 摘僧其实是在摘你自己 你在成佛道上 你在广辟你的净土 你将来的佛净土 就在此时此刻完成 不是向外 一切一切就是为自己 功不堂捐 功佛摘僧是功德会的主要宗旨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尚未趋患 110年领口功佛摘僧大会决议停办 功德会仍依循每年模式 供养国内外节夏安居寺院道场 茅棚佛学院的僧众 今年预计国内共僧行程 1.5月8日于屏东妙光禅寺 由中国佛教会 起见万元护国喜灾祈祈福法会 约800位身众 2.8月29日于南投举办共僧法会 预计供养约500多位身众 3.10月17日于花冬举办公佛摘僧法会 预计供养500多位身众 4.供养一些节夏安居寺院道场及佛学院等 国外共僧以汇款方式 1.大陆西藏地区寺院佛学院及毕观中心 供养3000多位身众 2.印度、韩、南印度、北印度、西津 寺院佛学院及毕观中心 预计供养3000多位身众 3.固丹寺院佛学院及毕观中心 预计供养1-2000位身众 4.缅甸寺院及佛学院 预计供养1-2000位身众等 落实佛陀至界的本怀、依律行持、正命生活 祈愿所有精勤修行的僧宝 都能得到充足的衣物、饮食等 使其安心修学半道 中华国际供佛摘僧功德会是国际性的组织 不分种族地域 所谓捐低会为无量功德海 我们珍惜每位护法居士的发心愿力 会为无远福建的功德力、遍早法界 除每年举办摘僧大会 善款已作为其他国内外佛学院、 偏远地区或毛蓬僧众、盗粮、医疗、生且教育基金之用 以达真正护僧目的 安心半道无后顾之忧 我们借慎若实斋僧精神 凝聚众善为万丈五体行光 有如汇聚、照样十方共生心 摘僧之意 是以清净至成心 敬备僧物与饮食 供养十方僧众 以此功德力 能继县世父母、福征寿掌 过去七世父母、六亲眷属 得出三徒轮回之苦 获得解脱 功德会十八年来心无疲厌 不持三宝、同中典教 连结十方善念 藉由供佛摘僧的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友情 令所处世界一切相和 捐低财富师 有如海大百川 流入汪洋大海 共生之福、善行随行 都有您一份花心的功德福田 祝福您六十吉祥 福慧真元、身心康泰 随心满愿 菩萨云集献妙供 归尽三宝最吉祥 摘僧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护持三宝共生 请汇款至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汇款帐号 1.邮政划播 帐号 1982-3420 1982-3420 顾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2.台湾银行中和分行 帐号 0660-0103-1667 顾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十地菩萨的现前地菩萨 是六地的菩萨 他圆满了般若智慧 经常安住在灭静定中 灭静定是心与心锁 皆灭静的禅定 以及六十之心作用 皆灭静的精神统一状态 他不其有漏心事分别 照见缘起信空 彻悟诸法自信 可说真实的佛法已现前 所以称为现前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